每个女人背后都想有个成功的女人可以陪她 而梁家辉又将加年可以生死与共 而比人呢恐怕就不是这样了 很多女人会这样 但是有一个永远都不会 她就是被媒体誉为打不散的模范夫妻 就留亲人与她的爱人 那是郭艾明可谓是硕士学历 去参加港姐选举 一路大热打败蔡少分 成为港姐冠军 在港姐史上成为学历最高的港姐 颜值无话可说 而谈吐幽默又能拿到亲善小姐奖的呢 作为季军的蔡少分 在接受采访时说 她是硕士 很漂亮又聪明 说给她我是福气的郭艾明 随后就加入了TVB 她也成为当年无限力 捧的新人颜值不用说了 香港小姐无人能出其右 进入TVB 第二年 她就苍眼牛州惠敏 刘青云 郑少秋主演的大时代 这部电视剧《群青云集》 可见无限对她的重视 也正是因此 这部电视剧 她与刘青云相识了 在戏里她是错过了龙继闻 不过在戏外 刘青云 则钟情于郭艾明 那时她一心追求活摆 明用了很多招数 不过都收效甚微 当拍完《大时代》后 刘青云便主动打电话约郭艾明 一起喝饮料 她曾回忆说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车 所以我叫她来接我 然后她问我找她有什么事 我就说我想见你 就这样渐渐走进了郭艾明心里 刘青云就用这种霸气 又耍宝的方式 符合郭艾明的心 很多女孩子都幻想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 而当时的刘青云又黑又瘦 长得还凶巴巴的 让她跟白富美的港姐 郭艾明恋爱的消息被曝光后 很多媒体更是戏称他们是黑白恋 两人不止外貌不大 两人的学历与经济各方面差距都很大 郭艾明是加州大学硕士 事业很顺利 出道就是主演 而刘青云只是初中学历 在无限打了很多年的酱油 演过死诗 路人甲等 两人认识诗 事业刚刚有所起色 他甚至连郭艾明的专业 是什么都不知 很多人都觉得两人并不般配 是又黑又瘦的刘青云高攀郭艾明 不过郭艾明却没有这么想 他知道在爱情里没有谁配不起谁 两人依旧继续恋情 而且还是反而更亲密的 别的心 要跟刘青云在一起 两人就这样恋爱了六年 直到1998年 刘青云在飞机上求婚 你要么嫁给我 要么我就打开飞机门 刘青云在再次用傻宝的方式 抱得美人归 而郭艾明则很坚定说 我妈妈住在美国 她反对不了我们在香港结婚 两人都很坚定 郭艾明从来没觉得刘青云配不上自己 婚后事业蒸蒸日上的 她依然推出娱乐圈 专系在家当全职太太 而当被问到喜欢刘青云什么的时候 她竟脱口而出 当然是外形了 还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刘青云一直被外界吐槽是没就黑 而在郭艾明眼中 这是肤质好的表现 而当她了解丈夫的时候 更是省赞刘青云做饭好吃 看别茶餐厅 郭艾明虽然不演戏了 但刘青云却又又黑 又憨厚的穷小子 退变成了影帝 刘青云一路走来 非常不易 一路从龙套燕到主演 多次提名影帝 却一直陪跑 而当她的讲时 连郭艾明都兴奋的 又哭又笑的 当然刘青云最该感谢的人就是她 在15年她获得影帝时 她在台上有耍起宝来 感谢太太 她说 每当我驾住太空船 飞到宇宙某个角落 你总有办法 让我安全回到地球 郭艾明真心有眼光 当年刘青云 还是穷小子的时 就嫁给她 如今更是非常幸福 已经50岁的郭艾明 依旧是年轻敬礼 看她一脸幸福的说 我觉得像现在这样做家庭主妇 就很好了 就知道她真的很幸福 很多人说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 而爱情中也没有门当户队 当年虽然是嫁了一个穷小子 但依旧能收获幸福 只有爱才是婚姻最重要的东西 当然唯一